今天是陶景月在这里工作的最后一天 新闻本科毕业的他一年前在硅谷这家公司 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 今年4月公司委托律师为他提交了H1B申请 但是结果 最后律师告诉我是没有抽伤 H1B是一种让外国技术人才在美国工作的非移民签证 签证需由雇主提出申请 目前每年限额8.5万个 近年来由于申请数量大大超出上限 美国移民局采取抽签形式决定受理哪些申请 陶景月认为抽不抽得上H1B是运气问题 但是他感觉到美国的签证政策正在收紧 尤其是对国际上来说 是对中国的企业上来说是越来越不友好 现在许多留学生发现 运气好抽中H1B也并不一定能够顺利拿到签证 我知道自己抽中的时间很早 因为网上就能收到他的那个汇纸 还有他的那个码可以每天能去查 但我也查了这么多个月了 也没有任何消息 在旧金山一家科技金融公司做数据分析的秦嘉宇 今年是第三次抽H1B了 他三年前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 还学的数学和统计专业 让他可以三年抽三次H1B 今年是他第二次有幸抽中 但他担心去年抽中却最终遭剧的情况会重演 去年的话七月份到十月份之间都是心态就一直处在很焦虑的状态中 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照常上班 然后每一天就是一天查个三四次的那个状态有没有改 十月初的时候公司说那我们file一下premium processing 所以移民局给的答复就是一个check check就是指移民局要求申请者提交更多支持性材料 也就是补件 律师补交材料后 秦嘉宇苦等了一个月 但是他等来的却是被拒的消息 移民局的理由是 他所学专业与他申请上所描述的专业职位不符 以及他的薪水属于level1 也就是第一级工资水平 不符合专业职位的要求 加州盛和赛天华律师事务所的蔡金明律师说 从去年开始移民局对H1B的审核变得更为严格 因为移民局提出就是说 never one不是一个specialty occupation 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职位 他说你是一个entry level 所以不符合我们的H1B的要求 这是去年开始大多大量的补充材料的要求 那让我们很多移民律师就是感到非常的突然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拒绝的理由了 现在几乎100% level1就是不见 被要求不见往往意味着审核时间变长 申请被拒的可能性增大 移民局表示 他们所做的都是以现有法律为指导原则 以防止H1B被滥用 一些人对此表示支持 但是对秦家育而言 他的生活节奏和计划被打乱了 去年H1B申请被拒后 他不得不把申请商学院的计划提前 用仅有的两个多月时间 突击申请突击考试 他无法把命运压在今年最后一次H1B申请上 节奏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每一天就是要上班 然后准备材料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 熬很久的夜去学习 那一段时间我就想说 没有办法 那就拼尽全力去给自己找另外一条路 不确定与无奈 是他三年来的常态 这三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是很能够换工作 然后也不太确定自己未来到底会在哪里 而这也是其他一些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的感受 对于未来的一种迷茫或者说不确定 对于我未来的一个学习生活工作 要怎样去安排的这个计划 是取决于我的这个签证的原因 这个逻辑关系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 没有抽中H1B的陶景月 选择继续读书 为自己留在美国争取更多的时间与机会 今年再次抽中H1B的秦佳玉 还在等待生活结果 对他来说 H1B也许会是永远也等不到的歌多 但是他现在对此已经不在乎了 他7月收到了法国一所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在美国现在的工作政策下 应该还是挺糟糕的 我也不是很想再继续待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许多中国留学生 仍选择在这条窄路上执着地走下去